2 1 請簽名 工研院與台灣衛星通訊設備商 強強聯手簽署合作備忘錄 主攻低軌衛星地面終端設備 目標實現100%在地化生產 台廠期盼善用系統整合能力 攜手台灣供應鏈打國際杯 除了天線還有機品的模組 通訊協定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跟工研院 最重要的合作 面向的就是未來的衛星專網的部分 這個市場非常大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以一個產業鏈的角度 希望更多的廠商能夠一起加入 那我們來打一個國際杯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長的鏈條 每個鏈條過程當中 其實在台灣都有一些供應商 我覺得最重要的點是 要先找好那個demanding的部分 就是台灣非常多的業者 在考慮進來的時候 可能這件事情要把它想清楚想到 當它想清楚想透之後 後面的供應鏈的選擇技術供應 低軌衛星具備低延遲高頻寬低成本優勢 扮演國家戰略產業 製造會預估2030年 全球低軌衛星產值將達5022億美元 約新台幣15.5兆 低軌衛星科數將從2023年的7500顆 成長到17350顆 未來6G的系統會把衛星通訊的規格放進來 這就意味著所有的設備都可以在共同的標準下面運作 那我認為這個是台灣非常大的一個機會 衛星通訊可以補足地面基地台沒有辦法覆蓋的地方 所以這個趨勢很重要 台灣廠商也應該把握這個機會 低軌衛星大爆發 台灣產業界勢必得強強聯手 透過打群架方式掌握龐大國際商機 新唐人亞太電視 自一豪 趙婷瑞 台灣台北 裁飯報導